就是做SEO关键自由化 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网站 帮你们做设计给你们 然后一个主机网址都是不收费的 穿衬衫打领带长相帅气 镜头前一脸自信 他就是遭行刑事枪决死者银寿腾 替自家公司拍摄宣传广告 放上网路分享 才23岁的他年纪轻轻 就已经开了一间公司 背着轮框过马路 你知道很危险你知道吗 与女友以及志同道合友人 一起拍摄相关影片 内容风格搞笑 但不忘介绍APP功能 银寿腾不仅拥有网路行销公司 还写城市自创Cartbook手机APP 过去还曾在三峡经营汽车包摩公司 现今以关键字行销为主 却疑似涉嫌地下迁堵招来杀� 长发大眼睛长相甜美 他就是和银首腾一起命丧 仓下的年仅21岁女友黄宛如 亲力量感情相当好 常常一起出门游玩 银首腾创业以来 黄宛如一直陪在他身边 也在公司里担任员工 常常在宣传影片客串 穿着正式服装与银首腾 在公司logo下一起合照 他就是另一名死者谷永成 才22岁的他 平时从事运材与网路购物 却同时惨死在桃园办公室里 银首腾与创业伙伴都在脸书上 展现成功人士姿态 只是年轻多精形象 究竟跟这些充满谜团的公司 获利多少还是个谜 但警方确定的是 恐怕是招来同行眼红相继 引来杀鸡 记者杨氏旭 陈芷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